恭喜我们的天香楼 来有请我们的天香楼的主厨 我们的代表上台为我们受奖 2018年首版台北米其林指南公铺 亚都励志大饭店的天香楼 荣获一心殊荣 我觉得就是占星后的餐点 是一样好吃 可是它的用餐环境 真的是大大的升级 现在的话就是更有意境 发现整个装潢变得很明亮 然后很现代化的感觉 那也有听说他们有融入西湖石井 作为台北最具代表性的杭州菜名店 天香楼的美食 的确购格与西湖风光平起平坐 就是送少鱼根 然后东坡肉 龙井虾仁 就是我们都一定会点 我觉得它的虾仁比起外面的话 它的就是口感是比较坦雅的 它吃起来就是不会说 就虾肉这样软啪啪 它会有点就是脆脆的口感 最喜欢的是这个唐辛薰蛋 但开盖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烟熏的味道出来 然后它其实摆盘也很特别 就像一个鸟巢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就是可以拿来拍照打卡 就是年次人都蛮喜欢的 能成功摘心并维持品质不坠的最大工程 自然是领导厨房团队 严手道地杭邦菜 两清一清精髓的杨光宗主厨 我是屏东横村的乡下小孩子 家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小杂货店 大概从一年级到二年级 然后三年级就会熟悉了所有的采买的地点 爸爸就开了一张货单 这个去卖菜的你去哪一家卖菜的买 这个卖鱼的你去哪一家卖鱼的买 这怎么挑 他说没关系你去呢就跟说 爸爸妈妈要的东西呢是长什么样子 阿姨叔叔会教你 甚至妈妈爸爸说 你去的时候那个槟榔长这个样子 长什么样子 这个槟榔才会好吃 所以槟榔我也知道 说要怎么挑才会好吃 头那个身体要匀秤 后面稍微一个小尖端 槟榔吃起来才会嫩 可能吧 我心里面可能是多多少说到我妈妈印象 其实我们家里面呢 男孩子是不做菜不用不做餐的 但是呢我都很喜欢呢 妈妈在厨房的时候我都喜欢进去看 所以有时候妈妈呢也会请我帮忙 比如比较吃力的啊 要炒那个比较重力的都要帮忙 那才能够造就我现在 在这里面呢在从事这个行业里面呢 比较事半功倍 从小对厨房就不陌生的杨光宗师傅 踏入社会第一份工作 就是投入餐饮业 我在从军中退伍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也很惶恐 不晓得呢要做什么 那因为呢在北部当兵就留在台北 跟国中的同学呢住在一起 所以他就介绍我去那个农城烧拉 那时候农城烧拉的位置是在 一个康乐市场里面 他是一个香港师傅 和平周 那我都叫他周哥 他这样有一个疑问这样问我说 你坐得住吗 来我这边坐的呢 最长大概一个白天 最短呢一个小时就不见了 我连续这样子坐 每天早上七点就来上班 大概差不多半个多月以后 二十天以后呢 慢慢的他就把这个店呢 就交给我一样 然而杨师傅的厨艺生涯 并非自此蒸蒸日上 反而绕了一个大圈子 台湾差点就少了一位新级名厨 这一切都因为在龙城烧拉服务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突然后面有过着火 有啊有大概差不多 一勺的油很慌忙 因为看到那个火已经到天花板了 赶快拿一个锅盖一盖 那个火呢刚好是往墙壁跟我脸上喷 所以一喷的时候我就烫伤 我一走出来准备要摸的时候 对面的那个卖水果的阿姨说 不要摸 我转头过去 我们刚刚那个镜子就转回照 我整个脸都是水泡 那时候去医院的话 他是说二到三级 我那时候住了七天一个礼拜以后 我出来那个皮肤是红红嫩嫩的 大概三四个月 后来我又跑去了开砂石车 老实讲我就有小课程执照而已 我只是先去练习一下 他只是从西底运到了岸边的那个砂石场 他也没有跑在公路上面 那紧接着呢就是做电类在家监工 我做了那么多工作大概七年吧 刚好看到呢中华资讯 就晚上班有一个素食班 那个彭老师呢他看到我 好像我好像很有心 因为我看我好像做起来很快乐这样 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进入了这个厨师养成班以后 几乎都是各大饭店的主厨副主厨 是我们的老师 那时候要接训了 然后呢他有一个十天做所谓的校外实习 师傅呢他有问我们说 那刚好这里有两个缺 那有没有要留 但是呢薪水很低 因为学徒嘛 我就说我考虑 然后呢我就去跟我老婆问 问她然后她说 没关系她这是一个手艺 是一个专业的 以后我们可能会用得到 我妈妈我爸我阿嬷 一直跟我讲说 做这个行业很辛苦 那以前香蕉油汤 这油汤还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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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走跳闯荡 发现最爱的还是做料理 杨师傅在妻子支持下 1994年进入亚都立志饭店当学徒 自此踏上民族之路 20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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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三厨二厨 一厨到零班 这阶段我大概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然后就身为行政副主厨 用心钻研勇于尝试 杨师傅当年由时任亚都立志总裁的严长寿 送去香港天香楼磨练 六年后拔着他当行政主厨 对他非常赏识礼遇 杭州鱼眼呢 盐巴下去 那个moment就把那个鱼浆呢 打到很浓稠 那很浓稠的时候 因为呢鱼浆浓稠的时候呢 它的毛细孔会变得比较细致 所以呢再慢慢地再把它放软放松 它呢还要能够浮 但又不能太浮 所以紧接着后面才有蛋白啦 酒啦油啊这个去加进来 会不会太硬会不会太软 那你就是拿起来以后呢 一个高度呢把它掉下来 三次只要不会破 它就是OK的 但是第四次假如就没有破 那就代表你太硬 我们一进来就必须要学会做鱼丸 那其实我本身大概做磨了一个月 就是才我觉得自己才完整 能把鱼丸做到好 都是利用我们空班那段时间去练习 我就是都会请大家把他们的鱼浆留给我 然后我就会去练习怎么去做 怎么去捏 那在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中哥进进出出 那他只要看到我们在那边做的时候 他就会过来跟我们 就是指教该怎么做啊 能怎么做会做得更好 虾仁呢我们的浆法上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要七颗蛋白来打到像蛋糕一样这样硬发了 然后让那个那个虾仁完全吸收了蛋白把它撑开 那还要再加了粉以后呢 它经过八个小时的冰镇 让它粉蛋融合 用低油温来划划下人 现在几乎所有的餐厅里面已经没有自己在杀鳝鱼 我一直坚持的呢 要用活鳝自己做宰杀 我们随时在我们的厨房里面都有放了一个活的鳝鱼 因为它只要换水它就会活 一般呢都是用背部下刀 那我们呢是从腹部下刀 所以我们叫做扇背 背部的背 那保留背部的完整 那实际上杀回来的杀法呢是日本料理鰻鱼的杀法 它会有刺头在腹腔的这里 我们会剃得比较干净 台湾最不喜欢吃到有细刺的鱼 所以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草鱼的刺呢剃掉 那因为草鱼呢你要用靶不太可能 因为它是Y字形的刺 而且错综复杂 整块的西湖处理出去是没有鱼刺的 所以呢这个也是在学徒里面它进来必须要学的 遇到我最难的就是我们的 西湖处鱼 我们就是 或进来的时候呢会大概是三公斤左右的草鱼 那我们刚开始会先把它取一小块部分 就是尾巴的地方把它取下来 我们要试看有没有土味 但后来我学大概一个礼拜才真正分别说 这个鱼是不是有土味 那个鱼刺 所以说要凭着感觉跟 你的手跟你的刀子呢要成一体 你要用心去感受说 它的刺呢是在哪个地方 它其实还蛮像是农场白草 它今天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它都会尝试一下 然后就是它会从食材中间找取更多的灵感 我是做杭州菜 但是呢我不是杭州人 也因为这样子 我会觉得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菜做的菜好 我心里面都会总觉得有一个缺憾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可能去住在那里 所以我只能从书里面呢去了解 我们杭州菜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呢我必须要去了解八大菜系 它的历史背景 我家人书柜跟这里加起来 就有将近大概200本油 天象楼从2018年至今 已连续三年摘下米其林一星 却明杨光宗师傅与他的团队 自我要求相当高 才能年年满足米其林密探的味蕾 针对这三年的米其林呢 其实你说压力一定会有 压力就是动力 推着我们这内外场的整个team的往前走 我觉得对的就要去坚持 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鱼员 手工做法 扇鱼呢必须要呢 用活的 这种种过程里面 我觉得只要是对的 他去坚持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 人家讲一句话说 客人吃得出你的用心 吃得出你的 对这个料理他的专心 还有想赋予这个料理他的快乐 幸福的感觉 是客人所能够感受跟享受的感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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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